主席 洪總主教 我們教廷駐華大使館高隆的代辦 各位主教 各位神父 各位兄女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有一句話說 有人對信仰到底是什麼 他有一個體認 他說 信仰不只是認同相信 不只是一些戒律規條 不只是儀式 信仰就是你活出來的生命 你活出來的才是你真正的信仰 我們可敬的王主教18號 盟主寵造 我們在當天打開他的遺囑 那遺囑裡面 他要求他的葬禮 比照羅光總主教 事實上也是我們教會的葬禮 從檢 從數 那要完全駐造這個遺囑不是很容易 包括今天的講道 他也特別講道 只能講經文 意思是說不能夠歌功頌德 但是我覺得為我來講有點困難 因為我們講經文講道理 難免牽涉到人事物 所以今天講道理的內容 請大家跟王主教不要對號入座 那在這幾天我們遵照王主教的遺囑 二十四小時內入戀 然後移臨到我們華蒂瑪聖母堂 那很多教友很多弟兄姐妹 看到王主教的靈堂一開始感到不可思議 也感到不捨 說這個靈堂準備好沒有 就是簡單到大家感到非常的不捨 不可思議 但是這就是王主教的一個要求 他的信仰 他希望能夠簡樸到底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歌功頌德 那大家對他的簡樸感到非常的不捨 但是我們假設到他的一樓的零酒前祈禱的時候 我也感謝我們的弟兄姐妹 我有幾次晚上十點多 甚至有一次十二點多離開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五六位弟兄姐妹 陪在靈堂零酒前祈禱 我們假設坐在那個零酒前的位置裡面祈禱 我們除了看到王主教的零酒之外 我們會看到雙十路的聖堂的那道牆 上面就是貼著四個字 喻玉玄祖榮 那我們知道這個四個字就是王主教的墓灰的座右銘 那什麼是喻玄祖榮 如何喻玄祖榮 那很巧 在喻玄祖榮四個字的中間 剛好有一個十字架 那一切似乎天主有祂的安排 喻玄祖榮的方法 就是效法耶穌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 成為落在地裡的一粒麥子 一粒種子 並結出許多子曆來 那我們今天的福音 今天的讀經 也剛好呼應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耶穌再一次的招呼我們 召喚我們 凡是跟隨祂的人 都應該效法祂 成為一粒願意捨棄自己的麥子 落在地裡 以結出更多的子曆來 那我們今天的福音 看到耶穌在光榮進入耶路撒納 很多人要祂做王的時候 那有一群希臘人 我們知道希臘人追求的是智慧 但是希臘人的智慧 似乎不能夠滿足他們 他們來問耶穌 他們看到耶穌所做所行的一切 他們來尋找耶穌 所以他們透過菲利伯還有安德勒 希望來告訴耶穌 說他們找他們 他們來找他 但是耶穌說 人只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然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曆來 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 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 誰若侍奉我就當跟隨我 如此 我在哪裡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裡 誰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所以在耶穌為愛人捨棄生命 十字架到十字架的道路臨近的時刻 主耶穌鄭重的說了這句話 一粒麥子 不若在地裡死了 仍舊只是一粒 若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曆來 那我們在農業的社會裡面 常常看到可見的這樣的一個比喻 那麥子需要播種 播種在雨水滋熱的田地裡面 不久就會生出力有有的麥芽 原先落在土裡的麥子消失不見了 那化為新芽成長的養分 這是為了新的生命的誕生 而捨棄自己生命的鮮明的比喻 麥子先要死去 才可能有新的麥芽成長起來 在隔年的初夏 這顆花芽的幼苗 將會成長成為結石累累的麥穗 許多的子曆因它的消失而長出來 整個生命 新生命源源不絕地衍生出來 因為就是有麥子願意落在土裡 犧牲自己成為種子而死去 如果這個粒種子賣子不死 人就保持老樣子 那不管放置幾百年 人就無法衍生出新的生命來 主耶穌藉著賣粒死亡的例子 事實上是在比喻祂自己 他舍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事實上就是在成就天父託給祂的工作 為眾人得到新的生命而舍命贖罪 倘若祂不捨棄生命而死 眾人的新生命就不可能因著罪得到救贖而誕生 主耶穌舍身流血是以自己的生命 來替代了所有願意信告祂的人的罪罰 若不是祂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的代價 人類沒有任何可能得救分享復活生命之路 耶穌就是那裡犧牲自己 成全眾人得救分享永恆生命的脈子 主耶穌接著勉勵門徒說 效法祂的榜樣 也願意捨下自己的生命 為了讓新的生命成長出來 祂說愛惜生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 這句話看起來似乎不合理 我們貪生怕死是人的常情 怎麼可能遇生反而死 願意死反而得生呢 主耶穌的話把世俗的生死觀 整個的價值顛覆了 耶穌的意思是說 凡在今世追求安逸 以自我的享受和滿足為生活中心 必要在來世失去 靈性永恆的生命 凡在今世愛天主更愛於自己 看清自己自我的享受和滿足的 必要從天主那裡 得來永恆天主性的生命 在十字架的道路臨近的時候 耶穌接著勉勵祂的門徒說 侍奉祂的態度 誰若侍奉我 就當跟隨我 此句話的跟隨是現在事 是持續性的 亦步亦趨的跟隨主 這是做仆人的當有的心態 接著主耶穌對門徒們說出祂的期待 也給他們的應許 首先他說 如此我在哪裡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裡 那這句話的要在是未來事 有命令的意思 也有應許的意思 做主的門徒 先要與主同行 跟著主的角中同行 同時他也應許他們 他們與主同受苦 將來也會與主同得榮耀 主在哪裡 他們也會與主同在 這就是服侍天主的人 將來會得到的賞化 不是世人所期待的 世間的尊榮 榮華富貴 而是得到天父的尊重 也就是在天父的眼中被視為貴重的 人一生追尋別人的肯定 但是一切都比不上天父的肯定 若在天父的眼中被視為有價值 即使在天上一文不明 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我們跟隨主的人當有的心態 接著主耶穌想到自己在石像上的時間已到 但是他在苦難中仍然選擇順從 是我們跟隨他的門徒的榜樣 耶穌以人子的身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承受了人間最大的痛苦 既然十字架的苦路在基督身上 是真實的掙扎 以利麥子的教訓 也不是不痛不癢的靈修的高調 連主耶穌自己都曾經在面臨死亡時痛苦恳求 我們盟主耶穌基督招教的人 我們也不可輕鋪這條悲十字架的道路 得榮耀與受苦緊緊相連 我們期待最終得到主的獎賞 不可逃避金山碑的十字架的道路 以利麥子需要突破包裹在外的麥殼 才能夠成為養分滋養出生的幼苗 最終才能結實累累 十字架既是痛苦羞辱的記號 也是顯示出天父公義慈愛的榮耀記號 進入得榮耀的目的 必先經過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 主耶穌與祂的生命鑄結了祂的教訓 成為落在地裡的一粒麥子 也真的結出了世世代代千萬得救的新生命 主耶穌說過我這次道路真理和生命 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 主耶穌來到我們中間 主耶穌告訴了我們真正的道路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通過十字架的道路 我們可以到達真正的生命 雖然十字架的道路看起來非常的餘濁 但是卻是天主的大能 自我給予的犧牲的道路 才是真正的道路 可以讓我們得到真正的生命與自由 人在地上活著 常常被物質 虛假的愛 虛假的榮耀所束縛 十字架的道路 可以讓我們真正拋棄這一切 不再被這些束縛 人們看著外面這些的時候 不會得到自由 人被物質虛假的愛 虛假的榮耀所束縛 只有信靠天主的時候 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如同我們今天的讀經一一樣 真理之神 天主的神 真正的天主聖神 才能夠讓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 走十字架的道路 同時也是明白天主的愛的過程 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在犧牲給與別人自我交互 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得到更多的恩寵的時刻 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同時也可以讓我們更加明白天主的心情 因為主耶穌也是背負了十字架 當我們更深明白天主的心情的時候 也是更加明白天主愛的時候 也能夠恢復我們和天主之間愛與信任的關係 十字架的道路是真正的道路 是祝福的道路 通過十字架的道路 我們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和自由 其實我們所有領過喜 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就是這一粒麥子 這一粒麥子 不只是一粒麥子 而是一粒種子 聖經常常用種子指後代的子孫 我們是耶穌基督的種子 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了復活新生的種子 那種子肩負的是傳播生命的使命 那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真正的人生的目標 在耶穌今天讀經的最後一句 主耶穌給我們獎勵性的應許 若有人侍奉我 我父必尊重他 人都喜歡受尊重 而不願意被輕視 如果受平凡人尊重 我們就尚且喜歡 那得到萬有知足的天父的尊重 那喜樂和榮耀將會多大呢 誰是必能得到天父尊重的人呢 就是那些像一粒麥子 靜靜的埋在地裡 卻長出許多子粒 被磨成細粉 卻許多人保足了人 一粒麥子的落在地裡告訴我們 信仰要落實在地裡 不是只是說得漂亮 一粒麥子的使提醒我們 本舊的我本性的我 要隨著落在地裡死去 靠著聖誠的德能 我們的生命不再一樣 當我們如此去做的時候 我們也許得不到 世人追求的榮華權勢 但是必然可以得到天父的尊榮 今天我們看主耶穌對他門徒的招教 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喚 還跟從他的人都應該效保他 成為一粒願意捨己的麥子 落在地裡 親愛的聖誠姐妹們 我們在生命選擇當中 選擇了跟隨耶穌基督走實際下的道路 乃是為教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 及得到真正的生命 並能效法主耶穌基督為愛天主愛人 如同麥子落在地裡般自我交付的愛 這正是幫忙我們分享天主永恆光榮生命之道 祈求天主聖神幫助我們 能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 以天父為中心 像一粒麥子般落在地裡 結出許多的子力來 以御賢主榮榮主義人 祈求天主教父大家 祈求天主祖祖父王 祈求天主祖 祈求天主祖 people 祈求天主祖母